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黄云 洛亚报道 杜文报中共官场黑幕 有人逼我咬出胡春华 这个案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案 流亡海外的杜文说 他们逼得我无路可走 逼得我去咬胡春华 杜文曾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 曾先后担任内蒙古政府高层巴特尔 胡春华等人的法律顾问 被指控涉及内蒙政府公款行贿案 杜文暗审了6年 杜文不认罪 但仍被判刑入狱12年8个月 2023年1月杜文出狱 仍受监控 不得不逃亡到比利时 胡春华被指示中共前党魁 胡锦涛指定的隔代接班人 2009年11月至2012年11月 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官职国务院副总理 中共二十大被拿掉政治局委员 隔年卸任副总理 离开权力核心 近日 杜文在海外网络 向中共党魁习近平 喊话讨要银元 引发海内外关注 他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 披露了内蒙政府公款行贿的内幕 并指此案完全是 中共高层内斗的产物 当时的办案人 后来都被抓起来了 杜文 有人想利用公款送礼案 扳倒胡春华 4月29日 逃亡比利时的杜文 在X平台发布致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公开信和视频 控诉内蒙古当局 非法扣押了齐月付的101枚银元 要求当局归还银元和其他被扣押的财产 消息引爆海内外舆论 这只是曾备受海内外关注的杜文案的一个小插曲 如今逃亡到海外的杜文 向大纪元讲述了杜文案 一些显为人知的内幕 杜文表示 这个案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案 是中共政治内部斗争的产物 他们有些人想利用这个案子 扳倒胡春华 就一直希望我咬胡春华 就是说胡春华当时怎么怎么决策 或者如何如何 这个是他们说到底就是要往死逼我 他们就是要逼死我家的人 逼得我无路可走 无路可退 逼得我去咬胡春华 这是很明确的一个事情 杜文表示 有人逼他咬胡春华 也有人让他闭嘴 我去说胡春华 我又不敢呢 我说我就死定了 我在监狱里面收到 你不要瞎说 你必须闭嘴 你不闭嘴 你就死定了 一直就没有说他一个字 杜文在2023年1月刑满出狱 他说我人出狱了 他们要把我控制死 要剥夺我们家的一切的生活来源 就连我父亲晚期癌症的治疗费都给扣了 至今为止还冻结着 我爹的晚期癌症的治疗费 那是救命的钱都给扣了 他就是要活活把我逼死 把我逼出来 逼出中国 2023年10月19日 杜文出狱9个月后 还收到了来自忽视中院的执行通知书 在执行通知书下达的第二天 忽视中院便冻结了 杜文银行卡中约11万元的存款 并预扣押总计400万元 杜文说 把他逼出国是有目的的 你一直不说胡春华 出去后你说说他呀 虽然我恨他 但是我是基督徒 我不能说假话 是什么就是什么 一直不愿配合中共的他 对大纪元披露 公款送礼案中 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 是送礼对象之一 他说 当时我这个案子是公款送礼案 所有证据都证明 这是一个省级政府 在公款送礼 是胡春华指定的 内蒙政府决定的 拿出公款 来给孟建柱送礼的这么一个事 胡春华2009年11月 至2012年11月 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任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孟建柱在2008至2012年 为国务委员 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 公安部部长 党委书记 公款送礼 内蒙政府的送奶豆腐行动 杜文案当年就因涉及 人大到地方多名政府高官 而备受外界关注 杜文案起于2008年3月 内蒙古自治区 在深圳的一起土地纠纷 2008年12月3日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启动了代号送奶豆腐行动 协调这种土地纠纷 杜文供述2008年和2010年 他在领导的指示下 分别前往深圳和北京行贿疏疏通关系 行贿金额总计600万以上 2010年5月 杜文被公安机关刑拘 上述款项成为检方指控 杜文贪污的事实 杜文于2016年7月 被判刑入狱12年8个月 杜文对大纪元表示 这个当时开会订的时候 是巴特尔直接下的命令 是任亚平直接下的命令 是秘书长乌兰巴特尔去协调 逼着赵黎平执行的 我就是个配合的角色 巴特尔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任亚平为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副主席 赵黎平当时为内蒙古公安厅党委书记 厅长 乌兰巴特尔是时任自治区秘书长 杜文说 后来赵黎平也在美国自由亚洲媒体采访公开说了 这个事是你得问巴特尔 得问任亚平 他们才知道 他们是决策者 杜文 每一点证据我全都有 杜文当时为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院院长 该研究院全面承担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法治办法律顾问室的事务 他说 因为我是行家 我保留一切证据 整个过程的每一点证据我全都有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证据 2014年12月在呼和浩特市中院审理杜文案时 杜文曾当庭披露 涉案款项中有130万元实际上给了赵黎平 对方称将用这笔钱购买古董 附近公关相关领导 杜文还在庭审中多次提到 有多份录音材料证明是收到领导指示 其中包含赵黎平 武之中以及乌兰巴特尔的对话过程 杜文对大纪元说 2012年1月4日他们把我的无罪证据 把我的无罪证据交给检察官 这证明是政府公款的录音 这是证据 是赵黎平打电话的录音 这检察官说 好好好 你给我吧 我把录音给了他以后 他把录音给删了 我搞了优盘 我问他们这个优盘 电脑在哪 优盘丢了 电脑毁掉了 办公电脑都毁掉了 他们公开承认了 杜文 中纪委称如果说是公款送礼 内蒙政府就变成犯罪组织 杜文表示 虽然所有证据都证明 这是公款送礼行为 既有这个政府的文件 有会议纪要 有借条 有曲线的这个文件 有所有的内容都是无比清楚 这就是公款 包括录音 会议录音 结果他们把录音给删了 所有的文件都视而不见 装瞎了 他说 那么一个省级政府公款送礼 中纪委查的这个事 查了以后 但是他们一直就拒绝承认公款送礼 用中纪委的话说 要是说是公款送礼的话 那不仅把自治区主席书记要抓起来 恐怕你们内蒙政府就变成犯罪组织了 要解散内蒙政府 那要解散内蒙政府的话 不是说中纪委能定得了的 是习总书记也定不了 那报中央政治局 中央委员会来决定的 这个事的话 你就认罪就得了 当时我一直不认罪吗 法院院长等办案人现在都已被抓 杜文案历经6年 于2016年7月宣判 在这期间 已有两名涉案的内蒙古高官 相继落马 赵黎平是当时负责送礼的执行人 2015年3月 赵黎平因追杀情妇被抓捕 2016年3月 赵黎平涉嫌故意杀人 受贿等罪名被检察院公诉 2016年11月11日 赵黎平一审被判处死刑 2017年5月26日上午 赵黎平在太原被依法执行死刑 中年66岁 成为中共十八大后 第一个被处决的落马官员 内蒙自治区原副秘书长 内蒙法治办原主任伍之中 是杜文的顶头上司 被指示深圳公款送礼代对人 2012年4月 伍之中被立案侦查 2013年12月 以贪污罪 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隐瞒境外存款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外 杜文对大纪元说 当时办他案子的人 现在都被抓起来了 检察院检察长也都抓起来了 审判我的法官也抓起来了 法院院长也抓起来了 当时判我的时候 呼和浩特市中院院长是董秉慧 内蒙高院院长是胡一峰 董秉慧我们就在一块关的 都在第三监狱关着 他们就告诉我说 我这个案子 就是一个上面 直接命令的一个案子 他们都知道是冤案 都知道 但是没有用 他们做不了主 就这么判了 一句话上头交代的 董秉慧于2020年11月落马 胡一峰于2022年4月落马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